37岁戏剧女心妮可白 去年以牛车来去夺下金钟戏剧节目女配脚奖 感情方面有过一段婚姻的她 去年9月正式和建筑夜小开分手消息 近日米可白大方认爱被发现对象疑似是同居的她 对此南方经纪公司暧昧回应 两个人现在是不错很聊得来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多给一点空间 两人后来默认恋情 据自由时报报道 米可白上周才松口有心欢 被发现疑似是一起合作电视剧追分成功的小二岁演员孙战 对此米可白经纪人才表示 她桃花很旺 有跟我说有好几个好朋友 也有蛮有好感的朋友 有一个还不错 但是不是孙丈我真的还没问 我真的不知道 而南方的经纪公司则回应 因为拍这部戏的相处 两个人现在是不错很聊得来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多给一点空间 谢谢大家的关心 不否认的态度 等同于认爱 29日孙战出席时代剧 《眼水大饭店》首映会 剧中她饰演二厨 这也是她传出绯闻后首次露面 面对在场记者提问此事 她怕模糊焦点 先是刻意缺席平面访问 还三度慌张闪躲 当她被问及恋情 直呼脑袋当机 好紧张 比我拍戏还紧张 我会好好把工作做好 谢谢关心 被问到妈妈是否会看米可白的戏 她则修回 我相信全台湾的人都是她的粉丝吧 对于交往细节她相当低调 直框与刚三优点 是个善良热情敬业的演员 她真的很棒 据了解孙战本身是基督教 米可白家中则是拿相拜拜 对于信仰上的不同 她则说祷告是快乐的事 孙战身高180公分 曾担任模特儿 在演艺圈臣服多年 直到四年前才以谷主之子入围京中南配 也让她的演技逐渐被观众看到 除了演出台式二部八点档 也在不少剧集客串 如今因为恋情备受瞩目 让她一时满习惯 而一旁的谢力经黄邓辉则在旁边不断起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